歡迎回來財經大白話 我們看到說今天台股的表現 是上漲了83點 來到了12691點 而且現在這個前8個月的證交稅 是來到了932億 是創下了30年來的同期新高 最近我們還發現到 就是筆電也是大缺貨 在我手上這一張圖片 就是我們的Chromebook的產業鏈成型 包含了像是廣達 聯發科 宏基 他們組成了這樣子的一個產業鏈 要來搶攻這個筆電的市場 而且就是像是廣達的總裁 林白禮 宏基的董事長 陳俊盛他們也都出席了 這一次的活動 看起來這個Chromebook 是現在聚焦的一個焦點 除此之外 還有我們昨天提到 像是蘋果發表會的敲定 供應鏈現在也是歡呼 像我們包含了 我們上面列出來的 像大力光 玉金光 台積點 這些都是我們常常 在這個節目當中提到的 還有這個新興合碩 其實也都是讓這些供應鏈 好像現在開始有一些 利多的消息出來 所以同樣問題 我們來問一下三位來賓 因為現在眼看著電子股的 下半年旺季已經到了 就你們來看 有哪幾檔電子股 是你們比較看好 我們先問世聰哥 對 事實上 當然這個題目的焦點是在於說 包括說像筆電概念 或是蘋果概念 但是我把它延伸到手機概念 就是說手機跟筆電 這幾個領域來說 我們值得留意什麼 第一個當然是齊鴻 齊鴻是什麼 他是做散熱 散熱的話 我們知道他今年上半年的獲利 是超乎預期的好 今年下半年也有新的產能開出來 我覺得這個 其實以本益比 或是整個股價的架構來說 他並沒有受到太多的破壞 另外這個雙鴻也是一樣 他們兩支公司 都是在做筆電 做所謂的散熱相關 散熱相關的話 你可以看到 包括說筆電你也要用到散熱 包括說像手機也要用到散熱 各式各樣 5G基地台也要用到散熱 所以我覺得散熱其實 進入下半年來說的話 他是進入一個傳統旺季 我覺得值得大家觀察 當然剛才講的Chromebook裡面 宏基 宏基在今年 我覺得宏基的今年非常有意思 因為前一陣子 他們有人送 他們賣的飲料 然後我喝了好幾天 我覺得還滿有意思的 像他們之前還送 能量飲料 還有佛珠 電子佛珠 我覺得他們陳俊勝老闆 他們專業經營的人 真的有在為他們 在做一些轉型 不太一樣的狀況 我覺得其實宏基 你看他目前的股價 表現也是相對比較好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蘋果要進入了 開始要大收割的階段 他今年的手機要推出 紅海一定會有表現 只是紅海一直壓在七十幾塊這邊 我覺得壓越久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會有表現的 如果你不要去追那些高檔 或許你可以逢低 去買這個紅海 另外就是彩晶 彩晶因為他今天說 要買這個庫長股之後 很快的股價就亮燈漲停 當然不用講 你Chromebook裡面 要不要用到面板 當然要用到面板 手機要不要用到面板 也要用到面板 同理 我覺得包括友達跟群創 我把它視為是一個族群 當然目前最低價的是彩晶 所以彩晶在往上漲的時候 他就會引動到友達 或是引動到群創 三個你可以把它看成同一個族群 然後這樣來回來來操作 好 同樣問題我們來問一下陳英哥 好 當然這個我跟詩翁哥 我們沒有講好 但是發現是可以互相互印 心有臨時 對 就他講的話 我就直接把那個公司換掉就可以了 他講紅機 那我就談華碩 對不對 還包括廣達 基本上從最近來看 整個筆電的需求是大爆發 光在 光加州到目前為止 筆電的訂單都還是補不上 就是還是大缺 供不應求 為什麼 原因就是因為現在 居家辦公也好 或是學校要求 你一定要開學 你沒辦法到學校 你就走線上 所以現在筆電的需求 還是持續的增加 當然包括現在組的 AI的國家對裡面 就是華碩跟廣達 所以這個我覺得 未來5G的市場 這幾個題材還能看得上去 剛才施工哥講到 今年最後蘋果的手機 已經開始上線 紅海這麼低 另外一個大力光也這麼低 一樣的意思 所以在這個地方 應該還是看得到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圖 你看像華碩的部分 其實最近就可以很明顯看到 水平整理以後有沒有 已經開始往上慢慢攻 下面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外資的買超 所以外資進場以後 其實他已經在佈局 剛才講的大力光 最有趣 過去這個大戶 就是股票持有張數特別多的 其實之前的比例高 為什麼後來大力光一直上不去 因為你看這個比例 越來越降越來 可是最近有一點轉折的味道 這個大戶 另外一個剛才施工哥講 一定要散熱 你怎麼可能沒有散熱 你要散熱你一定要PCB 所以我說呼應一下 基本上PCB這個族群 在整個電子產業上來的過程中 其實它還是很重要 不可或缺的一環 我們最近也看到就是說 譬如說像華通來講 在這個量縮的整理過程 目前慢慢的 好像也要脫離這個整理的 一個位階 所以從電子來看 我覺得布局往這幾個方向走 應該不會差太多 好 同樣問題 我們來問一下廷浩哥 剛剛你說要叫哥 這個電子股七月份 如果有追強勢的 摔得很慘 因為都是華為概念股 所以摔得很慘 聯發科 利基 瑞宇 都是IC設計上有高價股 都摔得很慘 所以電子股這一波 台股進入八月的震盪期之後 其實資金偏向 以這些低基企業 低價股的一個方向 來進行一個移動 那我這邊其實跟兩位 是想法差不多 剛才都提到宏姬 那我就針對宏姬 再做一些細節的一些 相較宏觀的一個分析 我們把宏姬整張 過去二十年的圖給秀出來 各位會發現出一些端倪 宏姬現在的股價非常的低 基企也相較來的低 但是他在金融海嘯以前 是非常表現非常非常好的 股價通常都保持在八十塊左右 現金股利殖利率相較來得高 大概都有三點五塊 現在自從08年之後 整體的一個衰退幅度 股價大概二十塊左右附近而已 整體的一個股利 差不多也就0.5 0.6塊 所以我們其實很看得清楚 假設把後半部不變 你還以為它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存股標的 殖利率都有5%以上 然後在當下 NB又是未來不可展望的一個趨勢 所以我們在進行這種電子股 尤其是現在 我講個股投資 一定要講到盤面 現在的盤面 老實說要正不是要上不上 要下不下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大家都在當衝 當大家都在當衝的時候 就代表什麼 大家隨時都要跑 如果隨時都要跑 那這個股市基本上就不上不下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宏基或者說這些電子股的一個布局 一定是短期內等待資金流動 流通後的一個布局 如果資金怎麼留都是留不到這邊的話 仍然要選擇停歷出場 為什麼 因為從一個長線布局來看 第一 現在是一個高級級水位 第二 宏基本身的現金股利殖利率 已經不往不像以往這麼亮眼 現在殖利率差不多就兩三趴而已 以前都是五趴六趴 所以從這些角度來看的話 個人認為電子股相較 還是要操作的比較謹慎一點點 好 我們看完了熱門股之後 我們要來看一下冷門股 現在這個基優冷門股 這儘管會推出了造勢的制度 拍板是說從明的六月底來上路 而初步是選出了八十二檔合格的股票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整理的這個資料 就是其實是在這個二零二一年的 六月底的時候會來登場 然後我們看到這一個區塊 是我們特別想留意的地方 這樣畫好像邵康哥 我們來看一下 這其實裡面有一些那種 大家都蠻矚目的 比方說像是日日車 或是104 這些其實大家都是 有一些印象 而且就是印象也還滿深刻 比方說像黑松 震彈行 這些為什麼會是冷門股 如果說有這樣的一個造勢制度的話 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搶先來佈局 我們來問一下三位專家 從這八十二檔的冷門股當中 你們比較看好誰 現在是可以佈局的機會點 我們來先問世聰哥 對 事實上這三 這個基當股票裡面來說 什麼叫冷門股 主要是因為它的這個交易量太小 交易量太小的時候 其實你看裡面 為什麼會交易量很小 也意味著說它可能要嘛就是說 市場的矚目度比較低 要嘛就是說它可能過去的獲利 是相對比較穩定的 所以我從這裡面 我挑出幾檔 我的要求是說 第一個它一定要 過去幾年的獲利相當穩定 再來就是說它最好 還是產業的龍頭 或是產業中 它非常特別的 我就講舉出三檔 第一檔叫可寧位 可寧位其實過去幾年的時候 我會把它歸類在叫做定存概念股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獲利都相當穩定 它本身是做什麼 它本身是做醫療廢棄物的回收 我們知道醫療廢棄物的回收 事實上是需要執照的 而且你需要這個 我直白的講 它需要非常好的地方政商關係 這個進入門檻就會相對的比較高 所以就比一般的這種 所謂的廢棄物處理來說 它有相對的 它的特別的競爭 優勢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過去獲利都相當的穩定 這個我覺得值得觀察 所以這樣的造勢制度 真的是可以拉抬到這些股票 我覺得你讓越來越多人 了解你的業務 然後了解你的本身的公司 因為為什麼他們沒有再被介紹 譬如說像可寧位 我們曾經去採訪他公司 他公司 我們去採訪 他們其實公司不太輕 因為我們去採訪 我們就好公司 默默的賺 這樣就好了 所以這主要是因為 有這些公司存在 所以為什麼證交所要幫他活絡 他本身是好公司 但是他可能公司本身不願意曝光 或是怎樣 種種原因 現在布局會太早 我覺得不會 因為可寧位 他本身就是一個 非常穩定的各個公司 譬如說像震大航 震大航也是 你看到震大航 你就知道辦公室的材料 辦公室器材 你說需不需要用到辦公室器材 需要 他在國內市值佔率高 很高 然後在大樓 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大樓 這都是他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也是不錯 全國電子 根本不用講 很感興 大家都已經朗朗上口 對 而且他現在變成龍頭了 對 而且你看為什麼 為什麼他不會去做 因為他們認為說 我們公司著重本業 我們不需要去弄我們的股價 所以我覺得很多這種 所謂的股價比較穩定的那種 其實他是因為 大家法人沒有去注意 然後這個市場沒有去注意 造勢之後 我覺得股性會變得不一樣 我感覺很多保障在這邊 接下來我們來問一下 陳彥哥同樣的問題 好 基本上 在冷門股的部分 我會比較偏向這幾個 首先像這個前面幾個 中碳 大同義 中保科跟中聯資 這幾個股票其實滿特別 其實他們在 他們這個行業裡面 像中碳就是電磁附集材料 大同義就是這個食用油 然後中保科大家都知道 就是中心保全 中聯資就是這個算是水泥 煉製過程中一個資源回收的 一個概念 這些股票其實在他這個產業裡面的 這個護程合都滿高 我在2012年出的書裡面 其實我都有談過這些股票 又打輸 沒有 我沒有講書名 你知道這幾支股票 在當時其實真的很熱 是因為當時大家都流行價值投資 現在流行當中 誰跟你談價值投資 所以這些股票 不是一直是冷門股 過去曾經也很長的時間 因為這些股票的配息都非常好 現在的殖利率 大概都來到5%以上 所以我覺得不用去管 未來他會不會幫他造勢 我覺得反而這些股票 越冷門越好 最好冷凍在那個冷藏庫裡面 沒有人愛 懂得人才去買 懂得人才去買就好 這個是一個 所以我們必須在他開始 要把他炒熱之前 趕快先來珍藏他 先布局 另外這個鮮活跟陳太 比較不一樣就是說 我是從產業的方向 鮮活基本上 其實他第二季賺了6塊錢 目前整個成長 大概這幾個月都有在20到30%左右 基本上你說從飲料 現在經濟復甦起來 這個環節應該還是 未來還是很有機會的 陳太是因為他們切到鋒利 鋒利發電這塊 我覺得是未來產業 非常重要的一環 所以大家可以往這個方向思考 好 庭浩哥 叫我庭浩就好 我剛才其實有好奇一個問題 就是說證交所想要用這樣的 一個方式來造勢 我認為其實是相較比較 這個次階的手段 其實證交所想要擴大這個交易量 降低鎮所稅就可以了 我認為這樣比較有效 所以我剛才一直在想說 優質的冷門股 優質的冷門股 就他都已經是冷門股了 怎麼會優質 這個陳太英哥年輕的時候 常常去酒店 人家問他說今天要點誰 他說我要低調的紅牌 紅牌有低調的嗎 意思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進行 優質的冷門股的交易的時候 記住一件事情 他之所以會是冷門股 就是他其實沒有那麼的優質 他的不優質來自於他的流動性 他的股性 本身就比較差一點點 這種股性是投資人給訂的 不會因為你造勢之後 他的流動性就一定會變好 因為相較起來 投資人就是認為 這張股票其實就是沒什麼人在 聽得出來停後沒有去過酒店 所以他才會講說 紅牌沒有低調的 交大清大執政又開始 名氣沒有這個低調的紅牌 好啦 只有你去過 你比較熟 我們這一張圖 你們把世聰哥放哪裡 世聰哥才是低調的好不好 我們這張圖 其實還是要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這一些冷門股裡面 的確有不少是純股足非常熱衷 不過我們一公開之後 其實就不低調了 所以這些股票 包括大統一剛才提到的 申興做這個縫紉期的 還有104就104銀行 剛才提到的肯寧衛 還有中寶科 整體的現金股力殖利率表現 其實長年以來都不錯 但是也讓我們仔細去思考一件事情 那就是假設 我們的確成為了這些股票的一個存股 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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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的一個規模一定會往上走 如果這檔股票並沒有因為造勢的制度 真的成交量就這樣起來的話 到時候我這些股票賣得掉嗎 所以我們這邊只是給各位做一些想法 的確從這些的基本面 美股盈餘 現金股力殖利率 是非常非常亮眼 但是你存得越多 你越要理解得到 你到底有沒有能力把它給脫手掉 提供給各位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